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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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呀 我怎么能不开心呢 我开心得要命啊 我希望他们火越火越好 火得发紫 我感觉我终于快要看到我的小目标了 我跟你说 还是你厉害 波瑞斯 什么人啊 我想见他一面都难 他为了见你 他把回总部述职的机票都改了 说改就改 还是你有面子 慢了 你做得不错 小哥 我看见老陈在电视上 笑得跟朵花似的 牵牛花 希望这件事能够对我们和疾风的合作计划 祈祷一天的帮助 是 其实现在老陈呢 点不点头已经不重要了 你只要一直做到像现在这样 把瓷和手艺人放在心里 我相信我们接下来的开发项目 一定会让我们预遥室越来越好 等你回来 我们聊一下局局的细节 科工的细节 那回去再说 那我先忙了 忙了 拜拜 好消息是不是好消息啊 你那个老洋房啊 这个装修的事情啊 得赶紧去做了 我的天啊 兄弟 你这翻身上打得真漂亮 我给你讲 胜利在望看来 这次双年展给钱家弄的这个牌面 我回去我就跟陈大师聊 敞开了聊 你的这个升级改造计划 比起那些想在传统词业里横插一脚的资本 来得温柔太多了 方方面面你都在替他们考虑啊 厉害 这次双年展确实办得不错 但是呢 我们也不能把截风逼得太急 基础扎得越深 到时候陈大师跟我们合作的抵触情绪 就会越少 对我们后续的发展才会更有利 懂懂懂 温水煮青蛙 我跟你说啊 我那个老洋房啊 中介跟我讲了 院子门口有一块空地 我都想好了 我要在那儿挖一个池塘 养挖 你有没有在晚上听见我挖鸣啊 借着月光 特别有意境 这样 我跟中介现在发个信息 你陪我去看一看 哎 我没空 今晚上我有个约会 呱 呱呱 呱 呱呱 呱呱呱 我问你啊 你有没有觉得刚刚那个餐厅的味道 有点熟悉啊 我问你啊 没有啊 我没来上海吃过啊 提示一 是北京的一家连锁店 那个那个 我说嘛 刚才有两道菜 为什么跟我之前吃的那个感觉很像呢 哦 不过你知道吗 那次吃完饭 你车里面不是有那个礼盒吗 我当时就觉得 你是不是觉得 我这人就是大眼前处 还不错 所以呢 对我另眼相看 就想送我一个大礼 你要这样想也可以啊 什么叫也可以啊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那其实啊 最开始呢 想要留在家里面学作词 正没想到有一天还能跟着三叔来这种展览 我 我是不是也太走运了 幸福来得太快 就像龙建峰 不只是幸运 你应该要相信自己确实有这个实力 你应该要相信自己确实有这个实力 而我也相信 这一次只是一个开始 或许过不了多久 你会以青年手艺人的身份 再次回到北京 你别捧杀我了 我就觉得吧 这次跟之前做云霄雪姬很不一样 我跟你说 就看到那个刚初遥的那一瞬间 真的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特别地欣慰 也觉得自己没有辜负三叔和爸爸 还有 这一切都由你陪着我 满足了 你现在快乐吗 当然快乐啦 我要每天都这么快乐 走了 我 经历了这么多 只愿我们爱着爱 爱着爱 是哪 我们哪 什么时候把你疾风堂的宝贝都拿来 我们陶瓷协会出面 办门办一个陈家大师作品展 到时候请陈花云大师也一起来 谢谢曹会长的申请 其实是大家抬举我们的 今天 道场的各位 都是瓷界的名家大师 诸如大家约个时间 搞一个陶瓷行业的交流会 大家在一起互相学习 博彩仲长 让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 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可以 非常好 老陈说得好啊 这个手艺 有传承 又有创新 确实是很难啊 咱就说这个八景图大 确实让我们大家都开了眼界了 这个烧制过程中时间非常长 很容易变形的呀 是 全部的制作过程 小满帮了不少忙 出了不少力啊 其中有一幅画 是小满画的 年轻人 未来不可限量啊 谢谢大师的夸奖 我还得继续跟着师傅好好学习呢 老陈啊 你这个双年长的C位 要价值千金啊 哦 是吧 那是我们疾风的运气好 我跟你说啊 这次展会结束之后 不管你老陈 就连小马 估计也会长三一长 你的这个词业 那可是 运势式的龙头 龙头称不上 不敢当 我们疾风只是希望 和御药师所有的同行们 一起携手并进 在线御药此期的风采 大家都知道这些年 不断有资本进入这个行业 这对传统的手工致辞 是很大的冲击和伤害 令我们这些手工艺人 无所适从 很无助很茫然啊 手艺人手艺人 我们做手艺的人要求的 就是一个手字嘛 手艺 手劲 手沉 所以我们疾风集团 在和当地几家老牌瓷器 结成联盟之初 就达成了一个共识 绝不和任何资本合作 也算是给当地的企业 带了个头吧 陈老师 你拿这个双眼展的C位 就是告诉全市场 你疾风 跟资本市场已经合作了 那你跟我们 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有什么意义啊 啊 你们合作的资本方 叫柯妍吧 是陈小满的男朋友吧 但是几方没有跟柯妍合作 真的 三叔 陈小满 那个柯妍又帮你上杂志 又专门为你办了一场比赛 让你拿了第一名 你说你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这谁信他 谁信他 老陈啊 老陈啊 之前我早就想说了 我们几个跟你一起 组建联盟 几支资本 可你不能因为 你家小满和柯妍 在谈朋友 就背着我们大家做事啊 是啊 什么就说得这样的话 老陈 他们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我陈花峰什么时候 背着大家做事情了 老陈老陈 你别着急啊 慢慢说 还有啊 那什么 搞严学的旅游团走了之后 你敢说 定单没有进入疾风 什么那么巧啊 把我们全都绕开了 就是啊 对啊 都绕开了 就是啊 对啊 怎么说 那段时期 确实比往年同期的时段 多了很多顶单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而且 萧总跟我说过 云霄雪记的事情 柯妍是找过她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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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跟她没有合作 我自己猜就来了 还有展位和宣扬的事情 就是她包办的 老秦 展位的事情我还在查 你不要这么早下结论好吧 查什么查 现在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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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伙儿安静一下 陈总 许总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 我们看